8月14日,励志传奇大戏《大当家》在南通热拍,并再次组织了媒体探班。 当天由翟天玲饰演的孤独症天才陈月亮,为了呼吁社会更多的人关注自闭症患者,站上讲台分享自己的经历, 请到深处更极度哽咽,把自闭症演绎的淋漓尽致。 这个戏我是应该对自己要求高一点,因为我们身上有肩负着,有社会责任感。 你得把这种说实话,把这种自闭症的人群给人演像,否则人家以后不能让人家说你演的不像来攻击你,对吧? 一是有这个责任感,二是这场戏是呼吁对待这些自闭症人的一种关爱,还有一种耐心,一种启发,所以这场戏变得意义尤为重要。 据了解,翟天玲在《大当家》中饰演的主人公陈家少爷陈月亮,是一个智商极高却患有孤独症的乱世阿甘。 为了更好地诠释这个孤独症天才,翟天玲不仅在背地里下足了苦功, 但是你会想知道你发生什么时候叫我去年轻人时在发生不充价。 你会帮你以后 дерев振的乱用和露面有纪有主人您看他什么样的赴兰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